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疫情期间 虽然我们经济遭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但是对于退休的老年人的工资 我们是绝对不会缓发或者少发的 最近一段时间 全国各地又到了每个月该发养老金的时候 每个地方都是按时足额发放的 甚至有的地方要提前发放 因此我们也在全国各地的银行门口 看到了久违的排队的景象 只不过现阶段出门大家排队都很注意了 不像以往那样人挤人 很多老年人都是戴着口罩 而且一定要跟前面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排队的 但即便这样说句心里话 我们也觉得有点风险 虽然说现在疫情大部分已经都控制住了 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还是应当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以前我们就跟很多老年朋友提过建议 第一每个月打到你账户中的养老金 是绝对不会少的 这点大家放心 而且钱打到你的银行账户 是没有任何人能给你拿走的 不管你是今天去拿 明天去拿 还是下个月去拿 钱都在你的账户之中 因此我们建议广大老年人就不要扎堆了 不要说今天开工资 我就今天一定要到银行去拿 你想啊 有的城市这个防控疫情还是很严峻的 在这个状态下 您非要戴个口罩啊 挤到人群中去排队 这不是给自己增添风险吗 而且退了休的老年人啊 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在这个状态下 您说一旦就因为出门取个钱 排个队 染上了什么病 或者遭遇到了什么意外 这多不偿失啊 我们以往就讲 今天我们的电子支付手段很先进了 用手机也好 用平板电脑也好 用台式机也好 随时随地啊 可以查到您的账户中有多少钱 甚至买东西 你也没必要费用现金了呀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真是建议很多老年人 尽量不要到银行啊 不要用现金了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 确实啊 有很多老年人原来没接触过这个 您别说手机银行了 他们连银行卡都没有啊 很多老年人还是愿意拿一张存折的 因为大家觉得 我这个存折啊 每一笔跟银行的交易记录打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明白 所以有的老年人甚至有这种习惯 到开工资那天 我明明连钱都不用取 我有钱啊 我也一定要拿着存折到银行去 让银行给我打一笔 这样呢 我能看到我存折里有多少钱 我就落袋为安 我放心了 要我们说 这些习惯啊 最好通过这次疫情彻底改变 你这个跟银行的交易记录 你在电脑屏幕上看 也是清清楚楚的呀 而且大家知道吗 有的银行 人家还真是很贴心啊 人家就是要千方百计 阻止老年人到银行来 还用了一些财务手段 比如说吉林省的吉林银行 吉林银行担负着给全省老年人 开工资的重任 吉林银行就在这两天 推出一个举措啊 所有老年人 你的二月份也好 三月份也好 养老金打到银行账户之后啊 你不来取 原钱啊 就是停留在这个活期账户上了 基本没有什么利息 针对疫情 吉林银行做出承诺 现阶段老年人 如果不把养老账户中的养老金取走 哪怕你是停留在活期账户 人家银行也按照一年定期给你利息 这个政策狠 因为很多老年人 对于这个钱呀 利息呀 算计的还是很紧张的 咱们也理解 毕竟退了休息之后啊 这个收入本来就少 所以啊 吉林银行说了 现在是疫情期间 大家不方便出门 你们就不要出门了 你不出门 你钱打到我账上 我就按定期利息给你算 你不拿出来 你还能多挣几个利息 这不是个好事吗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啊 你正面劝导他说 哎呀 不要去取钱了 哎呀 不要去取钱了 他不听 可是你反面诱导他跟他说 你不去取钱 人家银行给你按定期利息算 你能赚很多利息 哎 很多老年人还真有可能因此 而不去银行了 要我说啊 吉林银行这个政策 真的可以向全国推广 让我们的老年人 尽量少的去银行吧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照理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你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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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